大家好,我是寶妹 我是阿波 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的朋友 继续捧场收听我们第二点钟的节目 以外是阿宝老师和宝妹在这里为你和母主持 主持后面的事情 这部后面没清楚 没了解 6338601 6338601 好,第二点钟节目一开始 延续上一小时 我们马吉卡356 黄大哥呢 要请教阿宝老师 开用 买如何来 以后 是 这个开用瓶是我们甘菊类里面 这个 比较给我们困扰的这个 这个瓶海 那么他通常是 比如说 一年 比如你如果是今年 你在採取的时候 你採取的时候应该说既年了 那么你既年採取的时候 年底那些你採取 你发现说 他的一个 这个涨还是说垢 上面的 在虚子那里 他都有可能的发生 他通常一开始有种 叫军水通道 像这个力道色的那个店 会稍微粗粗粗 现在就这样 这个漫漫漫漫漫的这个 这个困扰中的奶奶灰色 旁边的有一种 减皮减皮超达 一种减皮减皮 那种的这个 尤其在够的这个 虚子管顶 那么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 都有这种的 我们说话说这个木栓化 他有一种超达皮一种的这个 经营 那是 这样很难看 这在企条管顶也会 在这个虚子管顶也会 那么你在这个 蔡依月时 发现这种经营的时候 就是 这个困已经在这个漲顶 所以通常第2年 你就是 你洗漲的时候 就要洗到清洗 那么以后第2年 比如说他开春 就要开春 收到更高 我们就要提早做 因为 每一年 这个都是一直 一直轮回 还是说有一个风格头 比如说那年 可能有因为这个风胎 还是什么样 他的这个 这个切破坑 这种的 那么这就很容易 很容易出现到这种 病害 那么通常每一年 每一年我们台湾最早 他的发病 都在差不多3-4月 这个时候 就是说 春暖化开 有一点这个温度 这种病害就很容易来发生 那么 家伤 他会吸收 有这个 这个水分的关系 所以他就很容易 来发生这种问题 那么这在这里必须要让我们好朋友 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了解 那么 很重要这个地方 很重要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在管理 你在管理的时候 一定要很小心 很小心就是说 如何说很小心呢 一个很重要这个重点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适当的时间 你就要提早来放在 因为每一年从这种 这个幼虚子 这段我们春风在开的时候 那么很容易去感染到 很容易去感染到 也很容易发病 通常是3-4月这个时候 就很容易来这个发病 那么这个时候 最早 如果是春天火最多 你就很容易去感染到这个病害 那么到 你若是这准处理得不好 到 五月 五六七八九 如果都在封开 他这个封锅 让他有空水 要有病房困 他会借到 让水和风去团阅 有些空水来得很严重 到时候 这个阻力就很难处理 所以这通常 会去做这种的经营 所以每一年就是说 开春三四月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 做注意 因为这个春风 特别重要 春风是明年 结果的一个基调 所以我们一定要 这个管理好使 那么 那么尽量 因为我们尽量 我们在台湾 我们的管理官方 就是说春风 我们让他去团 没关系 尽量这个风 让出来 热人这时候 放那些风 比较少 秋风尽量都不要让起来 我们的管理就是这个 这个模式 这春风很重要 当然他出来 这个时候 又很容易到病 你一定要它过得好 这些东西 会流下来 那么这就是一个 很重要 所以每一年 这都要去看 一定要 要很小心 那么包括就是说 在这个 你如果是说有些柚子 这种柑橘叶额 这种暗野 这种还是说 钱叶额 二两堂 并说我们小小虚子 就二两堂去加 后那个country 他就很容易丢命 所以我们必须要 小心来 注意到 注意到这方面的 这个风风 那么在与风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当阶 并说像 这个伯父多义 伯父多义的这通商 是 你可以去營 好这營的 这动作 但是有时候他比较要操作 现在最简单去用的 大概就是 像这个 青洋化童 他的性分比较高 但是呢 当到这种派兴 这个东西在營 就很好 還是說你有看到他有對面 就是威力美術 這種可以加飾桶 加飾桶的加飾美術 加到這種動作也可以 做回來用 所以這種可以配合來做處理 如果說沒有對面 因為這種東西盡量就是要移銷 首先移銷比你說對面來轉油 因為這油都沒有轉 所有這種轉開用的油 可以說有效也可以說都沒有效 因為如果對面你轉 只能抵下來 它的空氣也沒辦法回回來 所以我們就是說不可以讓它發生 還是說讓它發生的機會很小 所以我們必須要提早來做一方 那麼這個病房困 它通常在春天之下 它就有可能 你如果在秋風 荒野風 這個當中它就已經有 你如果過 上面也有 我們在當中在洗澡的時候就要更有 這個油要轉到較穩 以後第二年的一個感染的一個來源 你看看很多這種 這種 正感激烈的 我們很多好朋友都會出現這種問題 你看那如果管理得比較不好 一年一年 他就是開用一直都轉不動 一直都轉不動 有時候就是你 你這個單位時期才處理不好 處理不好他就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 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很難煮 所以這點是最重要的 那麼目前就是我個人 第一次以前我認為 我認為說這個在轉 這有什麼 用無人機在噴這種柑橘類 覺得說這個 非常不恰當 因為你一棟大棟 你要怎麼去噴 這不好噴 豬尾說你那棟的痕跡 這無人機在噴 真的會漸堆 現在比較進步 但是他們在噴這個開用盤時 因為他在 他發生的時間會很濟重 所以他在那個時間可以大面積去噴 譬如說 近前我們在 我們有一個 國內很有名的教授 他們一個親家 在福建 他們在種 這個有一個大面積去噴 哇 一個做一遍就在噴 控制之後真的 漸的控制得到漂亮 那時候我才知道說 這在這種 無人機的節節利用 這漫的頭部真的很好 利用這種去噴 這確實是效果 還不錯 所以 這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在這種 噴油的部分 這在我們種 這個高齊的一個材廳裡面 實在是很困擾的一個地方 那麼如果這部分 是可以利用這個來替他替他替代 那麼他的效果 就非常好 所以 其實呢 還值得去注意 噴油的這個技術的提升 對著我們 這個好個好壞 有很大的影響 這都在管理上 可以把他處理好適合 這讓我們聽眾朋友 先做個參考 好 來 6338601 6338601 剛剛老師說的那個教授 應該是嘉義那個教授 我在想 應該就是他 好 接著來看一下 還有電話 黃大哥可能有問題要補充 喂 黃大哥 請問寶哥 現在這個時候還可以噴那個 破耳朵液嗎 OK 可以 可以喔 好 好 這個時候 這個最近 你如果是 要再可以噴 但是如果是有 來回包 比如說他已經回包在電 還是說已經有回包 你在噴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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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他已經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你說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 成本比較重 不過他 他成本稍微低一點 但是他有時候操作 沒那麼好操作 這個看個人的一個選項 我是覺得這個也無所謂 這個時候這個運動都還可以 都還可以 都還可以 這個處理 都還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問題 這個提供 我們就位好朋友 先做這個參考 好 來 633-8601 633-8601 這是 COIN傳算 好朋友多家利用 不清楚 不瞭解 都不能卡電話 再來看一下 嘉欣的問題 嘉欣 我重新連線一下 這個斷線 也剛好 搞一個斷 沒關係 我們再來連一下 看看是怎樣 稍微等一下 我們 稍微等一下 我們聽到等一下 寶妹再重新連一下 再來看一下嘉欣的問題 待會以往歡迎 我們太近的鄉親 如果有任何 不清楚 不瞭解 事情都能卡 COIN電話 既然我們剛才的4點至6點 最后8點至10點 這是網路重播時間 如果說 前面對收聽的部分 有疑問 才會卡公司的行政點位 好 老師 我們接著來看嘉欣的問題 嘉欣她說 她正能夠為 這個雄角度的效果 是怎樣 有什麼會QQ 使出的新效果 也是一樣 嗯 這個是這樣的 這種應該 如果是看起來 很多人說 小漲 這個部分的新風 什麼款 大概都是 很多 說是這個 是不是已經是病毒病 目前說 知道這應該是 這個秋葵 這個 這個夜產 那麼這種 這個 情形 就是說 牙蟲 特別是這個夜產 鹽 如果是 打傷打傷 那麼 這種季節 就很容易 就是說 還沒開始 所以 火水比較沒有 就比較容易 有這種 這個 你注意看 他就這樣QQ 所以 最小 你 你在 後面 就把它翻起來 看看 然後 稍微用放大鏡 給他看一看 這個二點小 綠葉產 應該 如果沒有什麼以外 還是這種的 這個 所做成 那麼 啊 這種 這個二點小綠葉產 如果稍微有一個 比較大 像洛神 鋼這棵的 洛神花 這個秋葵 這個秋葵 那麼也都很容易 這個 包括像這個 棉花 棉花 那有這種 這個二點小綠葉產 這種的 一個 他會去來 把他這個感染到 就是說 他的危害 那麼 這種 我們 很容易 有的 就很容易去到 到 他現在 如果輸過了 他會這樣QQ 很像 這個瘦漲 有的說 新賣出來他就怎麼會 因為 你如果油漲轉好 並說你現在把油漲處理過 如果控制掉了 他新賣出來就正常了 就會比較正常 所以呢 你一定要注意 這種情形 所以如果油漲比較大傷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來 出現到這種問題 所以這是 應該是這個二點小綠葉產的 一個危害 那麼這個 在這裡讓我們 提前朋友 稍微能夠了解一下 讓你稍微知道一下 那麼 在這個方便的方便 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 這個方便 創掉不中 這樣 那麼這樣就比較可惜了 所以就讓我們 各位聽眾朋友 稍微做一下 這個參考 這是這個 二點小綠葉產的 一個危害 這個比較快 不然這個 他到時候 他要開火 他會影響到 他的山領 影響很大 這要小心 注意一下 這樣 好 好 來 6338601 6338601 再來看下夜的問題 下夜問問阿寶老師 是他正落期的小綠葉 算起來已經是第二天了 已經灌頭兩次 獨油了 也算說 他有提早 獨油了 就是除藥 第二次是提早 因為有營業粉絲 有分散的問題 所以現在要請教老師 幾個問題 他現在要考慮第三次的罐頭 但是呢 有幾個的油這次考慮 第一就是油味噌 再來就是 歐盟鈣膨 一根堡 還有磷酸甲 風根 風根他一直在這中毒 還有滋黃葉 加一支罐頭油 所以請老師 請問老師 這幾支罐頭油 還有噴效面的 要怎麼分散比較好 還是說罐頭呢 他這幾個都給他錄去 那油分呢 有這個 歐 鈣 致黃葉 油味噌 還有這個糖油 這樣罐頭油這個 敢不太多 嗯 這個聽起來好像也就蠻多的 那麼這個通常是這樣啦 你這裏底 譬如說你用的玉米塑 這個鈣膨 鈣膨應該是不用去 這個 啊 這小張 這個先 先看看一下 這個你可以把它拿掉 這個我覺得這個不用特別去用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一根堡 一根堡貸貸你不要用過 你如果有用過一半就好了 如果幾間有灌過一半 你就不用再灌這個藝光寶 所以呢 啊 這個如果是有用 有的說你都黏住 你自己的 不是啦 不需要用就不需要用 這是灌什麼人的 那麼這個 啊 雅磷酸胛 應該是雅磷酸胛 雅磷酸胛這麼小張 你去 啊 這個時間 你若是 可能你不要用錄藥 所以你 這個東西可能要用 雅磷酸胛 啊 但是雅磷酸胛在小張 雅磷酸胛進行兩次左右 啊 兩不要超過三次 啊 這個保安一直跟好朋友說 這個日本有這方面的研究 啊 就是說他 啊 太多 譬如說你把他灌 灌料比較多連耍 這樣一邊兩邊三邊 會去影響到他的這個雅磷酸胛 啊 有很多人不信邪啦 我認為把他動作神藥啊 但是人家有這個研究 你給他觀察看看一下 有時候有的說 啊 可以 可以 這個零責肥 哦 你吃肥但是呢 這個雅磷酸在植物的體內 啊 他是沒辦法直接利用的 所以要經過這個 啊 這個時間去代謝掉 啊 他在這個代謝這個過程 就會產生抗病性 啊 這是這樣來 啊 這對他來說呢 啊 這個也算是一個比較奇葩的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雅磷酸呢 啊 你的你影響 大概就是說在開花進場 啊 開花大概幾天啊 二十八天左右啊 二十八到三十五啊 所以你若是 你這個點就要到二十八天 應該二天那裡 若是 遲早的二天啊 就會開花啊 我們說的開花是這個 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啊 第八個結尾進場啊 對八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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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可能要 這個 這個結尾三百 啊 後來呢 啊你給他稍微停一下 啊 現在又冷一個後 啊 還冷差不多 我都吃半個月 還要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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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讓他稍微冷一個 不要說一直拒絕 一直拒絕 這我們 好朋友們一定要稍微知道一下 這個人 在這個蘇雍上的建議 這個 這個報告 這在這個 日本 日本有看到 在荷蘭呢 其實 我跟這個問題問 這個 啊 荷蘭的這個必要公司 啊 其實他們也有這種建議 他們也不建議呢 把他動作是高齡者的肥料在用 很多人把他動作是高齡者的肥料在用 這種概念是不對的啊 這個概念是不對的 那麼另外一個是第五個 第五個那個東西 那是這個 啊 這個 木霉菌 我有查過 這應該是這個木霉菌 那木霉菌的話 我是覺得也是可以用的啊 那麼 所以這個你也可以用 所以你就是義米素 義根堡如果有用過 你把它黏住 蓋蓬麥用 所以你用這個義米素 那麼亞磷酸 啊你這個木霉菌 這些東西都要管 啊 脂肪葉你如果是已經關過一遍 細長有關過一遍 你等到開肥那時候再來管就好了 再來管一次就好了 如果不再管你比較管 那麼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三行 啊 如果有一個糖油 糖油大概 啊 這個部分糖油應該就是 這個你如果是要罐頭的 這個糖油不幾行 讓你選 這個東西通常就是 這個遺形性的一個糖油 那是要罐頭呢 其實大概只有賽數安是比較 我不知道在罐什麼 他幫我們通常 那是這樣 啊 這個天氣好的時候 可泥丁 這個啊 還是說像這種 這個賽數安 賽數安夏天啊 那以前 以前有這種糖油 現在沒有了嘛 所以就不要用了 去金油 這個分譜 當然已經金掉了 不然以前我們會放分譜 啊 就 那麼現在沒有 那種油不可以用 啊 那麼其實就大概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呢你大概是這樣 去幫你這個調配 那麼目前啊 就是說這個部分我個人 就是說其實也還好啊 就是說是不是那個量 會有比較多 因為在細長細長嘛 所以啊 你稀釋了一個這個 稍微 稍微 啊 因為看起來 看起來你這應該是 那依這個蝦啊 這種顏色啊 應該是有冠過 殉狀有沒有感覺 啊如果有冠過就不要再冠了 就先到這個開花 還是說已經有冠了 那時候呢 你再補一次就好了 哦 這不用 不用一直管 哦 這有的人說 哦 多管管 我感覺像這種殉狀 鹽毛鑑菌 啊 它效果很好 它在用的就是 它內生性 所以它會一直存在 在作物的這個體內 所以有一段時間 啊 它 如果生長速度 快的時候 我們再補一次就好 其他就沒有什麼太大的 一個需要啊 那麼這是我個人的一個 這個看法啊 一種你罐頭的這個處理的 這個方法呢 啊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是我給你一個 小小的這個建議啊 那麼這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啊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有這個要葉噴啊 這個 英文來說是這個蓋噴啊 啊這種東西你就當到有來 到第八月的時候 第八個結尾 第八個結尾的時候呢 那麼在這個地方你要營 你比較去營 因為你這尊世長 你營這個東西意義不太大 而且它好像也不便宜啦 好 這個東西是這樣 那麼你先參考看看一下 完全的啊 不是說便宜或者不便宜就不行 不是這個意思 是說啊 那個時候可能它的這個 這個蓋噴的一個這個 這個水球量 比較有在那時候的表現出來 你這時候啊 它的小苗 如果是正常的這個生長 在那這個土很肉的 沒有一般來說金本不需要啊 這個時候就去補這個 這個蓋噴啊 這是我個人的這個 這種看法啊 這是在這裡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 稍做一個了解到 這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情況啊 那麼這提供給你稍做一個參考 這個大概是這樣的 那麼 有時候這種東西啊 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 適用的這個檔中啊 那麼 該計就要計 那如果是不必要 不必要 我們就可以稍微算一算 因為 啊 20歲的時候 讓你收過太多的這些東西啊 太多的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那麼其實也沒有 也是一種負擔啊 過多其實也是一種負擔啊 剛好就好了 所以你若是說 到這個要開花的時候 啊 有看到來 來沒花啊 那時候我們補一點蓋噴 哎 我覺得這個在業面肥的部分 你就能在那時候來贏啊 那麼這個效果呢會比較 啊 比較好一點點啊 那麼 這個罐頭葉噴 葉噴你蓋噴拿來做這個葉噴啊 那個蓋金的木霉菌 啊那個罐頭啊 你這個啊 啊 雅鈴酸你也可以配合那個蓋噴 拿來做這個葉面啊 像玉米素啊 玉米素 蓋噴 雅鈴酸這三項 你可以做效果 啊 這等到比較大張這點啊 哦 小張有關過就好了 比較大張一點啊 你就可以拿來做這個效果 那其他這些 這個葉噴布 你如果有用過就不用再用啊 就等到 啊等到這個 後一水啊 有的人說營料不錯 當心的時候要再用一次 這樣可以 但是 豬油就很肉 不然這應該是還可以啊 這個東西呢 啊 效果不錯啊 很多好朋友 因為有冠料很有心得啊 覺得說這個對 途中 尤其小黃瓜比較怕高醫師啊 這個對高醫師的一個土壤醫師的穩定啊 pH值的改善啊 效果很明顯啊 所以這你可以 參考看看這樣啊 這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這個分配 那麼 如果糖油要噴油面噴油面 噴油面是比較簡單啊 因為糖油可以罐頭的比較少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搭配一下啊 蓋噴配合玉米素 糖油下去噴 這樣 你罐頭就不會太多洗 你這 但是 如果這陣子 其實 如果是我個人的一個建議 我的建議說你 零磷酸你不要噴 然後你加一支這個疫病的一個油 譬如說打美粉也好 雅脫敏也好 還是說這個 像你這個比較大張啊 這個噴巴克也沒關係 伊德利 這種東西 你伊德利有用過的就不要用 你就可以用打美粉還是雅脫敏 你又比較大張一點 這個通常是這樣 所以這是已經是第三次 這 你這應該是直播的 比較有可能關三遍 沒有這比較兩遍 要怎麼關三遍 所以 有有急了一點 這稍微注意一下 這人 不用過度的緊張 你企劃一下 其中的一個輸用 你參加看看 這大概是 你如果是說有這個營業粉絲 這個分散油 那麼還是要處理 這個 營業粉絲是最 最麻煩的 因為你今年看 大概 所以很多人 可能在這方面會 會出很大的這個問題 很多 那個量很大 沒有風態透透的 這些營業粉絲都會變很多 那很多 這個回歸 回歸你若是小帳 一般 一般就是說 你若是小帳的時候 在這樣走過 譬如說這五帳裡面 我們以前在看 是這樣的 就說這五帳 這樣走過 有看到一隻 我們就不行了 五帳有看到一隻 那很快 因為你沒有去幫他放在 他的性能 他下去之後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他這樣濕濕 在運勢裡面 有一點濕度 運動又好 這個日照又沒有很強 這種 有時候他就生得很多 讓你怕死 真的那個速度很快 他還有那個量 他最麻煩的 他說 他要死也也會生量 他生量出來 他不用高配 他可以孤齒生子 生出來 他就是 他沒有高配 生出來這個量 生出來就是沒有的 一樣又有辦法生量 這是他最恐怖的地方 所以 你若是太忙腳處理 這如果是去 帶病毒 在後面我們就很快去 很快去處理 所以這度數是這樣 所以 糖油你一定要先處理 尤其他已經看到營業粉絲 你在頁面上 糖油可能一支是不會刷牌 應該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隨時注意這個營業粉絲 你說到長時間嗎 可以比較慶祭 一定可以比較慶祭 你若是還沒長時間 這小時候連這個有兩票而已 我們說的兩票而已 這還是要很小心 所以這在這裡讓我們 就有很多朋友 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這是我個人一個稍微的建議 提供給你做參考 大概是這樣 好 好 來 63386-6338601 這是現場扣運專線 歡迎我們鄉親多多利用 不清楚 不了解問題 歡迎我們鄉親的 都可以卡電話 和這是團列的商品 傳到Lite都可以 加入的方式 可以打電話來公司聯絡一下 老師 來 410的問題 你是不是稍微看一下 410 410公益 來 他這個有PDF檔 所以是針對咖啡受賣所做的 非農藥之材防治 在 這 老師你說好了 沒關係 那我稍微描述一下 你直接說 反正 這個 因為 我們鄉親傳過來的這個問題 是說咖啡 咖啡的一個病害 小病 小病的一個方式 那麼可以利用這個 就是說 在這個 研究 建議 建議雅磷酸 這個 擁抱多益 這些東西 這個呢 其實 我個人一直都不反對 不反對你去用這些東西 這本來就是一個 更加安全健康的管理 那麼 有時候 有時候 這個 在 手病 譬如說 賀啡手病 所做的 這個非農藥防治 我們實驗證明 這對 秀病有效果 有啦 他也沒效 你所有的手 你把噴液 磷酸都沒效 問題是 那個有效 是不是你要愛的 我跟你說 比如說 你的菇菜花 上面 頂點 這個 你敢賣出去 這你就要考慮 所以 它 它是有效的 我聽說的 就是說 它的這個 這種非農藥防治的方式 包括 我們在營 一種 非常有 就是說 效果好到 可以跟農業要差不多的 這種農民朋友 才會感覺有效 你要知道這個意思 比如說 你在用這個雅磷酸清涼化夾 就是說 用這個雅磷酸甲 那麼用這個雅磷酸甲 它基本上 你用這個 比如說 像菇菜花的 這個手 你有用到沒用 絕對有差 有用到沒用 絕對有差 但是那個有差就是說 啊 是不是讓大家說 不用做農業的一個政界 我相信有時候很困難 啊 就是說 因為我們要要求的 這沒什麼一樣 你去問很多這個 啊 政府家的 他們這時候在做這個 露露軍兵的時候 啊 他敢賣 敢賣 敢賣 只用這個雅磷酸甲 不敢 你知道嗎 他用農業的不一定 算他會得到 對吧 啊 人事就是說 有效 不必說在哪裡睡啊 在躺症啊 在這個 手臂啊 甚至有人說白絕病也有效啦 所以我相信 他這東西就是說 他用下去增加 增加 做到做不對著這個病毒的控性 這方面應該是有差 但是我個人的一個觀察 裡面 尤其我們在種火鍋的時候 我看到的就是 種火鍋 就是這個疫病的效果最明顯 疫病的效果最明顯 明顯得可以說和農業 有在批評 因為我們雜營嘛 所以他就不對 所以我是建議說 你如果是 阿兵說你要用在 這個手臂 一個這個風臂 這個 啊 在這個骨彩這個方面來用 這 我覺得說這個絕對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拿 阿兵說用這個雅鈴酸夾 你就不用在那裡扣 還是說你如果沒那麼麻煩 你要去買 其他的雅鈴酸清洋化夾 自己拿 那個也是可以 你就是去幫他一千杯 你幫他這個用 那麼有時候我們會說笑 其實所有的雅鈴酸 雅鈴酸夾都是一樣的 啊 只是說 啊 因為 我們 比較不敢去說 這個東西 其實雅鈴酸夾 那麼 他們所用的 這種東西 啊 其實效果 尤其在 有時候啦 有時候你拿到這個雅鈴酸 並說你去買這個雅鈴酸 他本身已經雅鈴酸的含量 就已經很低了 你知道嗎 所以有的人會說 這個用雅鈴酸比較好 因為這 之前有出現很多 就是說這個用雅鈴酸跟清洋化夾 清洋化夾最主要的目的是去 去調整他的pH值 這個好朋友知道 最主要他的目的是調整pH值 真的有漏用的是這個雅鈴酸根 做不對這個雅鈴酸根的一個 因為吸收雅鈴酸根後 他對到這個 因法做不本身所產生的一個控肺性 他整個的這個過程是這樣來的 那麼 真的有漏用是這個雅鈴酸根 但是有時候雅鈴酸根 雅鈴酸如果放不好使 那麼雅鈴酸放不好使的時候 變成這個零酸 他就會被 空氣當中 那個東西他就不穩定 不穩定 他的雅鈴酸的一個量的變成 雅鈴酸的一個量變成的時候 其實他就沒有辦法 他就沒有辦法 這個產生抗病性 所以 在 很多這個研究的時候 也發現說好像效果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我去了解到 就是說這個雅鈴酸的含量 讓他太低了 這個東西是這樣 所以變成有這種情形 那麼在 這個裡面 這個東西 我們通常 就是說 在未來 未來 因為 比較是感覺這個東西可以用 所以最早就是雅鈴酸根 清涼化鉀1比1的解鋒鉛 但是 他們發現說 這個東西在泡的時候有點危險 所以就先把他綜合料變雅鈴酸 雅鈴酸在這個 裡面要如何去穩定 這就是 客家的一個這個秘方配方 要如何可以穩定這個 他們所有的這個東西都差不多在市民上 大家在賣差不多都雅鈴酸 只是說他的雅鈴酸的一個量 是不是能夠穩定的一個存在 這大概是這個得利 這個難點是在這裡而已 那麼這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是要做一個參考點 所以呢 這個東西是一樣 這個情況 他比荷蘭這一個在歐洲是賣的最 不太淺的 簡單來說是 因為獨特的穩定的 這種穩定雅鈴酸的一個做法 所以這個營的效果 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你也當嘗試 嘗試 來給他試用看看 這個大體上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簡單給我們好朋友做一個回覆 提供給你做參考 好 好 來 6338 601 6338 601 那現在回了這個 我們這個 410的問題之後呢 旁邊有一個問題 老師 其實這個可以簡單這樣說 譬如說 你看到這個碰鑑 跟著青皮碰鑑 你有沒有辦法分得出來 碰鑑跟青皮碰鑑 都碰鑑 青皮碰鑑 他皮青青他就是吃的 對吧 但是他如果放到他皮 才會變兩塊 他兩塊其實都是碰鑑 但是外形有稍微一點點 這個不太一樣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這個砂糖局 砂糖局 他的這個 一般來說 這個砂糖局 可能差不多平碰 更大一點 這個 這個 那麼他很甜 有什麼叫砂糖局 他就是甜 甜度 那麼 重點就是說 他一個 這種砂糖局 有人說他除了甜 就沒有什麼其他的這個 這和我吃到的 好像又不太一樣 一般砂糖局 他比較像那個 碰鑑 他的頭的稍微噴噴 稍微有一點點糕糕的 我是這樣分 那是 這個皮 夾得比較硬 他也是一樣 是這個 像碰鑑那種 小粒 鑑鑑 這樣 夾得比較硬 這種的通常是 這個金屬鑑 這個金屬鑑 他也是比較小 但是他金屬鑑有一個 這個 就是說 他 沒有酸味 這個砂糖局 有時候 這樣 這個糖度 有一個 這種鑑鑑 那種鑑 那個鑑鑑 這個比較 比較濃 那一般 通常我們在看 這個 啊 在選這種砂糖局 的時候 那個皮不用 筋很油的 不用筋很漂亮 他跟我們正常在選 沒什麼一樣 那 比較濃濃 沒什麼要緊 啊 他這種東西 就比較好 那麼 另外一個 還有一種 什麼 因為這個 綠皮的這個砂糖局 這其實 有可能是要挑便利 還是怎樣 但是 那應該是一個小品種 也是 脆皮 其實哪種 脆皮碰 其實 砂糖局 這個 因為 在台灣 我們有辦法接受 綠皮的這個 這個砂糖局 在中國大陸 綠皮就沒人買 所以一隻一隻 那種消費的這個習慣 沒什麼樣 比如說白白雷鳳 國外雷鳳都是紅的 什麼人去吃脆皮 但是 在台灣 你敢有吃到 你敢有吃到紅的這個雷鳳 我們都吃脆皮 這就是一個 這種 食用的這個習慣 沒什麼樣 這好朋友 知道一下就好 所以這個 要分這個 砂糖局跟金竹鑑 通常我個人是這樣去分 那麼一般來說 這個砂糖局的這個頭 那種柳 比較像那種碰柑的柳 柳柳 比較薄 比較薄 那麼金竹鑑 他就這個 但是金竹鑑 他的這個這個 這個 比較 夾柳的比較強 但是他不會說很壞 他也比較像這個柳柳 所以 這兩個很像 這東西 有的說 這到底是這個 砂糖局 還是這個金竹鑑 大概都很難去 這個 包括 你如果是 拿來 這有時候知道人好 比如說 他去買的時候 他去買知道的時候 人家說這就是金竹鑑 這樣 他就認為說 他那是金竹鑑 但是有時候 他那種出來 比較實質的 是砂糖局 所以 這個 有時候 這個很難去 那個 這個金竹鑑 他種料好吃 也 也很好吃 所以 他的一個品質的差異 比較大 這個比較容易採蠟 比較容易 去打到這個鐵鑑 所以 這有時候他在吃 這其實 在市民上 大概有很多 他們有的 又去改改 又去合分 什麼 砂糖局 小蜜局 還有 共局 珍珠桑 一般通常 我們人家說 這個珍珠桑 應該就是這個共局 但是他們有的自己好 不知道 這東西 這個通常是這樣 那麼 這個 這個 砂糖局 砂糖局 有人吃 因為在台中都吃紅的 他紅的才喜歡吃 所以 他在白的時候 他通常 他比較鬆軟 他會留得比較好白 一般 我說的就是說 他比較普遍 就是說這個砂糖局 他通常是比較普遍 那如果金竹鑑 金竹鑑 就 他的皮留得比較暗 但是他要算好白 最難去白的是什麼 這個鐵鑑 鐵鑑他的皮 他就比較瘦頂 所以在背這個鐵鑑鑑 的時候 不可以像 阿嬤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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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好 大概是這三項是這樣 我是個人是這樣去分 好朋友 如果有比較好的 一個 這個 因為我們有的很厲害 讓我們做一個了解到 這個是這樣 那麼 在金竹鑑裡面 我覺得吃了以後 就會讓你忘不了的 就是佛利盟 佛利盟 喔 佛利盟 那麼這種的這個 但是他塑形 這個 這個真是一個好品種 我個人是說 這實在是很好的 這個瓶頂 他的手形 多多 小小長的就容易結架 但是就是說 他有時候比較不容易 比較不容易 所以這是一個 但是他的色水 顏色 再來就是說他一種 味道 我個人是覺得他的味道 是所有的柑橘類裡面 當然我是最愛吃豐肝 就是一種 脆皮豐肝那種 有的 會酸 那種帶一點酸味 我本來就愛吃酸的人 所以 可能我就比較愛吃 一種的這個東西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一種的這個 有當時這種就比較不一樣 那麼 剛才說到像這個佛利盟 像這個砂糖菊 那麼 像剛才說到的這個金豬甘 一種東西 這都是像我們 在這個 叫做寬皮甘 寬皮甘 寬皮甘就是說 一種的這個同鄉 叫做寬皮甘 那麼 還有一個是 這個 日本種很多 那麼叫做 溫州米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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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溫州米甘 是浙江 這邊 這個傳去 這個日本 啊 日本在這裏面 他們又經過這種 牙條便利 還是什麼 那麼 再把它給發揚光大 所以愛媛 愛媛28 愛媛38 一種呢 那麼一種 這有一個 那麼 他有特別 是 因為吃起來 他這樣 他們叫做果凍層 就是說 怎麼叫做果凍層 就是說他完全都沒有破那種感覺 你吃起來那種就是這樣 整個這樣水 水 那種 水分很多 好像吃果凍QQ 這種口感真的非常好 我覺得 這個 以前我是在 不吃過 愛媛28 愛媛38的時候 我覺得佛利盟是無敵的 就是說沒有 大概沒有人有辦法跟他比拼 這個東西 但是後來發現 其實 還有很多都各有特色 就很難去 去 去比較出來 那麼 還有一個是在台灣 原來有 在大陸 這個也很多 一個叫做明尼吉幼 明尼吉幼 那麼 他這個 他這個 這種有的 就是說明尼吉幼 就是這樣說的 這個紅鑑 他的鮮紅 這個果皮 在我們台灣可以做到 這個 做到這種 這個 很燕紅的 這個 那麼 那麼這如果是種的好事 他這個有一個比較困難 就是說 他需要有 有這個瘦粉素 這如果是他會夾 這就是我們 我們一個聽喻 種這個 種了 很厲害 這個 每一年 不然 就 對這個東西 因為一般 這個紅鑑 他的紅鑑 就是要紅 比較有那個特色 紅鑑 要紅 紅的這個好看 還有一種是燕陽鑑 燕陽鑑 燕陽鑑 我覺得 他那個味道好像就沒有那麼 他很適合到開用 所以 他主要燕陽鑑比較小 皮很難白 吃的時候 糖一糖 一個 搗到老糖老哥 這個 有時候不太喜歡 你知道 我那種白到老糖老哥的東西 我就很討厭 有時候可能因為藍吧 所以這是這樣的 這個柑橘類 最多的這個桌 那麼頂頂 當然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牛丁 這個 阿婆阿丁 阿婆阿丁 就是無酸層 還有一種 這個紅肉 這個紅肉的牛丁 叫雪橙 雪橙有一種很獨特的這個味道 他成熟度不太高 我覺得吃起來 以前我都對雪橙很配平 那麼 因為 在電台 我說那個東西吃起來很怪味 所以在 南西那時候他聽 他聽到很不舒服 他說阿婆阿你就是不要吃過好吃 這個見識短 講話又那麼誇張 那個很好吃 我說我就不要吃過好吃 不然你怕我吃 剛剛開玩笑他真的怕我吃 我人的那種雪橙 紅肉牛丁 哇真的很好吃 真的好吃 所以 我覺得說有很多這些東西 就是說品種當然很重要 但是就是說 兩種一定要加上量法 好的品種一定要加上好的方法 這種的這個 這個 這個種植 比較有辦法把這些東西種的好食 比如說像 大家在說 這個 一種 柑橘 這個 有的人就說 那個 砂糖菊比較好吃 啊 金豬甘比較難吃 那也是說 金豬甘 啊 砂糖菊 啊 很痠 啊 照說他的好名 砂糖菊 你就知道說 啊 他這個糖度其實是很高 但是 他如果是 鐵雜斑 他痠沒過的時候 我們知道 所有的這個水果通常 會痠比較痠 就是說他有那個痠 他現在慢慢慢慢 他的這個 他的養分這個累積 他有過 那個 開口才會起來 啊 所以很多人說 砂糖菊 吃吃不好吃 要吃什麼金豬甘 比較好吃 其實 他們這兩項 其實 那是甜度來說 金豬甘是對 真的這個平靜的這個甜度 金豬甘是對這個砂糖菊是對不到的 啊 但是他 金豬甘有一個這個好處 就是說他沒有酸 他不帶酸味 砂糖菊其實是帶酸味的 所以 啊 這款的這個 但是 啊 這款 如果是理論上來說 應該是砂糖菊的這個價錢 會比金豬甘更好 因為 砂糖菊的是甜中帶酸 其中 啊 它的那個氣口 啊 淨和社會人說這個砂糖菊 除了甜以外 就沒有什麼特色 所以才叫砂糖菊啊 這個完全是誤解啊 啊 這種東西呢 那個砂糖菊呢 有一個甜而不膩啊 啊 有一個 這個 因為他大聲 所以他有這種特殊的開口 啊 所以我個人是這樣 這個看法啊 那麼這種呢 應該是要問我們 我們 我們聽到有這個張先生 張 我們學長 這個 他應該有一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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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可以 這一次呢 其實我一直想去 啊 就是這一次回來 想做一點點戶外的 一個 這種訪問錄音 就了解看看 因為 有些東西真的呢 啊 在那邊說 我希望說更多人可以 跟這個 啊 共同來了解到 因為對 這個商品 對這個商品 還是越 啊 越了解的時候 就是你 你 你懂得越多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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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越 越好 簡單說就是這樣 啊 啊 這個東西如果越了解 越沉浸 啊 其實就反而 很多這個東西 就可以比較 比較容易把它鋪開 比較不會產生 過多的這個 這個誤解 比如說像我 啊 這個 去誤解到 一種就這樣 比如說我把這個 把人家那個 啊 這個紅肉牛丁 就給他誤解 就跟他講 會很難吃 那個怪味 啊 本來有人說這個 縱口難調 就是說 啊 這確實 就是 啊 把這種東西 這個 所有的這個東西 更清楚 大家去跟他 探討 我相信 應該都是一個 比較好的 那麼 這是我想要表達的 這個意思 不知道怎麼說 好朋友呢 你看到這個 這個砂糖局 還是這個人質感 那你怎麼去分辨 啊 我告訴你 簡單就是看那個頭 那個 果冰的那個地方 沙糖局同雄的僕僕 那麼金主甘同雄奶奶 嘿 喔 他那個長 長相就不太一樣 所以 我是這樣分辨 對不對 給我們好朋友呢 就做一個這個 啊 就稍微做一個探討 嗯哼 好 來 時間已經是來到我們這點 五十三分啊 所以大概剩兩三分鐘呢 我們也準備一下節目現場 所以今天呢 一些提問呢 就先暫時回答到這裡 阿老師討論如何也有這個 這一次呢 他回來 當然是他的想法 這個要看他自己去 不過有機會的話 我們這一次可能會找個時間 跟聽友互動一下 我還會跟阿波老師 稍微參考一下 看是什麼樣的方式 跟聽友見面 因為今年半月的時候 有時候聽到的呢 他在這個 如果是老師回來 是不是能夠讓我們跟他呢 見個面 聊聊天 所以我們要用什麼方式 來見面 聊聊天呢 比較好一點點 這個可能要再跟老師呢 再稍微去 我們兩個人討論一下 那是說 那時候 我讓鄉親報名參加呢 我會在節目當中說 最近呢 也有很多人在問說 那 制裁 的活動 有沒有呢 下個月有 會說的呢 我們有一個活動 會有一個制裁上的活動 到時候呢 也會做一個小小的廣告 跟大家呢 來介紹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 你放心 絕對是大家用得對的東西 我只能這樣說 我不會去 跟大家呢 推一些說 你用得對的 我電台放在那邊的 算說 放在角落的東西 趁這個智慧 給他拿出來給大家 我不幹這種事 我覺得既然會把他介紹來 就是說 把他 會來 因為我們台灣的時候 一定是有 看好他的 某一個點 就是說 大家在使用上 贏了會順不順 那也有很多人 很喜歡這樣的東西 之前有在做贈送的時候 因為大家呢 一直在詢問 詢問度也蠻高的 所以我也來想想的 跟我們公司討論一下 我覺得說 那何不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 跟大家呢 來 好好的 讓很多人贏得對 就是用搭證的方式 你放心 好了搭證的方式呢 也不會讓大家呢 吃虧 我們贏這搭證 絕對沒有給大家吃虧的 這次呢 搭證的方式呢 就是買三送一 那買什麼三送什麼一 你不要說 買三瓶八百塊的送 一瓶八百塊 不是 我們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可能是 不用買到這麼貴的東西 但是我們就會送你一瓶 價值八百元的東西 所以我已經說吃飯了 到時候呢 會讓我們鄉親的來做一個了解 那這個東西 大家一定用得到 所以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稍微讓我等一下 我已經看把那個廣告 想好了 等我想好 我可以提早 下廣告 但是我們東西呢 要等到四月份 才要來開始呢 對外正式 正式呢 來開始跟大家見面 因為 有跟公司說過 四月一會開始 就是四月一會開始 為期就是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是說 好朋友你放心好了 東西是你用得上的 你現在沒用到 下一期 你也是可以用 那有很多人說 那是不是 贈品的東西 會不好呢 你要想嘛 在電台買百塊的東西 幹的多少 不是玉米蘇 有人問我 不是 不是玉米蘇 但是呢 也是讓大家呢 覺得很 就是 我可以把這個話說的更明白一點點 四大金剛其中的一樣 那排除了我們的玉米蘇 那八百塊 那你去想囉 對不對 還有什麼東西呢 如果這個二選一 你也選不出來 不是他就是他了 所以沒關係 通通都是好東西 好啦 其他的問題呢 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